就是宜樂就是要健康 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11月23號的 就是宜樂 我是宜佩 我們今天就是宜樂 在現場來了重量級的貴賓 我們要趕快好好的來介紹一下 首先我們要介紹的是 亞洲美食天王 陳鴻大哥 好久不見 你好 宜佩姐 觀眾朋友大家好 太冠冕堂皇了 我也不會就是美食界的老屁股 不是 是主師爺 對 是主師爺 應該是說台灣現在 美食節目層出不窮 你不管打開哪一台 都有美食節目 讓我再跟大家 重新來介紹一下我自己 大家好 我就是阿虹上菜 阿虹 掌聲鼓勵一下 好懷念 那時候就老三台的時候 傑口哥 誰沒有過去 他還在上過我節目 真的喔 他們三片吐司的主題曲 他的歌我都還會唱 1 2 3 接過來 接過來 到底有沒有默契 不是嗎 不是接過來 不是接過來 我記錯了 對不起 因為年紀太大了 不是 我年紀太大了 因為我說 陳宏大哥其實是我們的 美食節目的主師爺 那時候大家沒有人在做美食節目 他可以說是打頭陣的 做得比較早 我媽媽 我奶奶都好愛你 可以說是施奶殺手 怎麼會說自己是老屁股 應該要說在江湖 在江湖道上來說 我們的輩分 他就算是粉嫩的屁股 我們現在是小鮮肉 他的屁股粉不粉嫩我不在乎 畢竟他結婚了 我們真的是比較早 而且那時候沒有人告訴你 美食節目要怎麼做 當然 然後我們從棚內 然後做到一些行腳類 因為後來有到外景嗎 對不對 我還記得我做菜 做到艾菲爾鐵塔 做到絲路 家喻官 那都很刺激 真的 真的 可能在那個年代 我們能夠做很好的內容 所以我很感謝台灣給我 有這樣一個很好的學習環境 謝謝大家 還記得我 但是陳鴻大哥好久不見 最近都在哪裡忙些什麼 我在上海 我跟朋友合作一個 養生廚房的平台 那麼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現在人對養生 越來越重視 你不能等到生病 你才去看醫生 而且我們要現在慢慢的 要養成 怎麼樣把廚房來取代藥房 因為家庭醫學 在日本來說家庭醫學 就是從四季 你要擷取什麼樣的食物 來達到養生護體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這也是預防醫學 現在的人都很怕老 大家都花很多錢 在一些我們就是說 在做美容 微整 還不如你在飲食上面 從吃的下手對不對 對… 真功夫 好的 今天陳鴻大哥算是我們 美食界的祖師爺 接下來我們就是嫩屁股 就請到的是我們的 我好開心 好爸爸 我已經十幾年 沒有聽到這個名詞了 對 蔣偉文 加可哥 嗨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嫩屁股 I'm so happy 不是 嫩屁股 你今天要跟我們的祖師爺PK 你會不會覺得心裡有點緊張 不會 我聽說今天如果PK的成果 如果是陳鴻大哥 如果一個不小心 不小心不小心輸給我的話 他聽說今天要宣布金盆洗手 然後直接 哪有那麼嚴重 妳這回事嗎 我都已經退休了 還在金盆洗手 再洗一次嗎 對啊 沒有 不過今天兩位真的 今天對兩位來說 是一個大挑戰 因為我們就事娛樂 在這個禮拜 拉出來的主題 就是我們要挑戰 小朋友不喜歡吃的東西 我們要把它放在食物裡 讓小朋友可以融入這個食物 吃到好的營養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竟然是 我很討厭排行榜也是 第一名的青江菜 怎麼每個都是排行榜第一名 妳是偏食的小孩我發現 我以為 我在主持這個節目之前 我以為我什麼都吃 沒想到主持完了之後 在這一個禮拜我發現 我還滿挑食的 青江菜很好 我也覺得很好吃 青江菜你知道本幫菜 上海菜裡面 醃肚鮮少不了青江菜 還有上海菜飯 今天還有青江菜 其實青江菜你只要放到對的地方 青江菜是可以化融點睛 而且青江菜在營養學上面 這個應該劉老師 能在這一方面 對 好 我們當然就要請到我們的營養師 劉宜玲營養師 哈囉 大家好 今天青江菜裡面 應該沒有碗豆人吧 沒有碗豆人 但是你知道他很怕碗豆人 所以今天這邊是老屁股 我是粉嫩屁股 妳是小屁股 小屁股 我今天又變更年輕了 但是我們要提到 因為我們要挑戰小朋友 不喜歡吃的食物 其中青江菜算是排行榜 前五名當中一定會上榜 小朋友一直提到青江菜 表情一定是跟我一樣 就不想吃 因為青江菜有個味道 對 有一種土味跟一種臭味 大人喜歡的味道 對 但是為什麼呢 小朋友這麼討厭青江菜 就是因為它的味道並不好聞 是一種大人的菜 不是小朋友的菜 但是你知道在婆媽界 有一種說法 如果你可以讓你家的小朋友 可以吃青江菜的話 這個小朋友大概99%的菜 應該90 90%的菜 綠色蔬菜他都能接受 所以如果你要再用青江菜 跟你家小朋友 第一次初次見面的時候 一定要好好處理 以免他如果討厭青江菜之後 他以後其他菜 他可能就變很挑選 所以我們接下來 就要看一則新聞 這新聞是什麼 就是說現在假日 其實很多爸爸媽媽都會帶小朋友 到室內的遊樂場玩 但是到遊樂場要注意 一個不小心 可能會有意外發生 小朋友們一看到氣墊 彈跳床都超級興奮 但跳著跳著 一名小男孩腳突然拐了一下 表情相當痛苦 因為他的右腳踝骨折了 即使來到這家連鎖市內遊樂園 不少家長帶著孩子來玩親子遊戲 不過低頭仔細看 跳墊表面有高低落差不平整 小朋友在彈跳時 真的很容易拐到腳 對到醫護區這邊就是 先觀察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當下都是以為是扭傷而已 第一時間沒有做送醫 因為那時候觀察小朋友狀況 跟家長評估都覺得還好 小朋友玩到腳骨折 家長好心疼 業者說暫時不開放跳電區 而醫師則建議 如果小朋友要玩彈跳遊戲 打赤腳比穿襪子更有抓地力 能降低運動傷害的可憐 記得陳述的王石函 台中報導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小朋友怎麼會這麼容易受傷 通常如果很容易骨折 要不然就是老人家 要不然就是年輕人愛打籃球 什麼可能不小心擋到骨折 我們那個年代哪有這種可以跳 我們都是用大青球 大榕樹那邊跳來跳去 然後一老幹新資 不小心踩到了 啪啪就掉下來 然後沒死半條命 也是活過來的 所以這則新聞 並不是告訴我們說 會不會是我們在老一輩的人 鈣質攝取可能比較多 因為小朋友容易骨折 是可能是因為鈣質攝取不足是嗎 其實因為老一輩的人 有可能是因為都在戶外工作 陽光其實充足的情況之下 維生素D也可以幫助鈣的吸收 現在的小朋友 其實根據我們的國劍署調查 其實我們台灣的小朋友 其實鈣不足的情況很多 因為包括有人不能喝牛奶 其實我們人體90%以上的鈣 都存在在我們的骨骼 跟我們的牙齒 所以當小朋友如果鈣不足的話 因為你看我們的骨骼 是外面連著肌肉 對 所以剛剛小朋友 鈣不足的時候 其實他第一個會長不高 然後容易掉牙齒 然後另外他可能會影響到 他的所謂的一個活動度 你會發現你在小朋友 都不喜歡出去運動 或是人家再跑來跑去 他就坐在那邊 我絕對是跟我們現在都會行生活 空間 戶外空間受限 沒有像我們那個年代 所以是惡性循環 可以隨時出去玩曬太陽什麼的 很多人都以為說曬太陽 其實曬太陽也是一個 成長相當重要的維生物素 它是很重要的鈣質吸收的一個方法 你不要曬太陽 你吃一大堆補充鈣質的東西 可是你沒有曬太陽 補充你維生素 第一 就不可能轉化 對 但是為什麼我們提到鈣這麼重要 鈣到底跟青江菜有什麼關係 原因就是因為青江菜擁有 非常非常高豐富的鈣質 那到底青江菜的鈣質有多少 我們廣告之後會跟大家來揭曉答案 不過接下來我們要關心一則娛樂新聞 來看看高以翔 他拍了一部新電影 而且他跟女主角最萌身高差 差了足足35公分 吻熙要怎麼演 身高195的大帥哥高以翔 幾乎每次在拍戲的時候 都會遇到一樣的問題 就是因為真的太高了 和女主角在畫面裡 總是有你就沒有我 為了讓兩人的臉 不是塞進螢幕裡 劇組真的是怪焦擺出啦 從第一次拍戲的時候 我就已經 就是看到 夜演踩在那個蘋果箱 然後我踩在那個 我踩在地下一樓 我也是那個在沙灘的時候 就是劇組挖個坑給我這樣 就是什麼招式都會有 所以我覺得已經習慣了 在這部新作品中 高以翔不僅和女主角上演浪漫戲碼 跟片中的配角 范甜甜也有小小的吻戲 只是時間太短了 讓甜甜知乎人家還要啦 我的臉紅了 你還害羞 有什麼好害羞的 是我今年唯一的一次好嗎 你就每天都夢寐以求的 沒有沒有 清完之後三天沒辦法睡好覺 非常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只是我們兩個拍就過了 而且這兩個拍每一個都沒有NG 覺得接下來的話我要考慮一下 下面一個吻是不是應該深一點 喂 甜甜你這心機也太重了吧 你有考慮過高以翔的感受嗎 就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好的 歡迎回到就是娛樂Live直播的現場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要告訴大家 如何讓你家的小朋友骨骼很健康 而且避免一動就會有運動傷害 其實蓋子的補充很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小孩子不喜歡吃的排行榜 應該有前三名的青江菜 我想要問一下營養師 我們剛剛廣告之前有問 青江菜到底鈣質含量 真的很高嗎 對 其實青江菜在蔬菜裡面 鈣質算是真的是前幾名的 通常我們建議如果是兒童的話 一天的鈣的攝取量 大概落在600到800毫克 因為小小孩的話 我們大概是600毫克 如果你把青江菜燙熟之後 把它放在碗裡面 像這樣子的碗一碗 這樣算一把吧 青江菜的一把 對 大概就是200克的青江菜 燙完之後大概就是一碗的量 這樣子的話 大概會有達到200毫克的鈣 才200 200滿多的 因為剛剛小朋友一天做600 所以就佔了三分之一了 對 所以其實它的鈣含量滿高的 除了鈣含量之外 青江菜還有什麼營養成分 其實青江菜B群含量也高 另外還有Beta胡蘿蔔素 但最主要就是它有葉酸的成分 像有一些懷孕的媽媽 其實在小朋友還沒生出來 其實懷孕的過程裡面 有些醫生不都會建議要吃葉酸嗎 事實上我們可以從青江菜 來做補充 其實大家都一直停留在 它的骨骼的發育 我發覺到現在的人 更應該要去注意 其實像葉酸 它是幫助我們在一般 細胞黏膜組織的這種修護 所以你皮膚要好 不是要靠保養品 而是要靠多吃這樣的好青菜 我剛剛在廣告之後 竟然聊出 陳宏大哥有一個小秘密 你知道嗎 他這麼多年以來 他連粉底 他連粉底都不擦 我不喜歡 然後另外一方面 我必須要告訴大家 太誇張了 這只有我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 就是 我在尼古安裡面住了30年 我媽媽吃素已經吃30年 所以相對來說 我吃的青菜 我吃的素比別人多 然後出去外面我就可以偷吃 那種偷吃的感覺 就會很開心 很嗨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我自然而然好像比別人 吃了更多的一些材料 我覺得現在反而你都知道 菜比肉還貴 對 而且我們就吃太精緻了 可是你知道嗎 陳宏大哥你現在如果 因為剛剛導播 一直在take你的臉 你是完全自然的發亮 他今天沒有上任何的粉底 你就可以這樣子 所以我們真的要學習 要如何多吃蔬菜來保健康 或者是如何可以在尼古安待30年 不是這樣好不好 那不是結論好嗎 我覺得要長得 我跟Jaco哥一樣高 應該要多吃綠色蔬菜 青江菜 我覺得綠色 深綠色 我覺得大家常常都吃 都是吃一些 他已經幫你去 就已經幫你膠筋檢受 對 應該要盡量 人家說 過去古早人來吃那菜客 越粗糙的 越全食的是 越健康 越營養 而且裡面還有很多Fiber 很多腎曲肌微 對 了解 但是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挑戰 青江菜 小朋友就是不愛青江菜 青江菜就是有一種苦味 一種澀澀的味道 一種大人的味道 不是小朋友的口感 你為什麼會運氣那麼不好 都吃到苦味的青江菜 我吃到都沒有 那你可以介紹我去那個尼姑庵 好 你來我家吃 你來我家 我們同休 來啦 所以今天我們的祖師爺 以及我們的嫩屁股 兩位要PK 就針對於青江菜這個料理 所以我們今天的評審 是我們三位小小美食家 是我們完全不說謊的小朋友 他們只認菜 不認人 也是素人來的嗎 也是素人來著 好 所以今天兩位 到底要端出什麼樣的菜單 首先我們的祖師爺 陳鴻大哥 你今天要用青江菜 做什麼料理 是的 大家 我是有備而來 明天就是感恩節 所以我特別為小朋友 設計一個PICACHO的感恩飯糰 所以這個應該是要唸PICACHO 然後GAMUNNO飯糰 對了 PICACHO GAMUNNO飯糰 還要GAMUNNO 對 因為感恩就是GAMUNNO飯糰 不要唸成GAMUNNO 沒想到陳鴻大哥 這麼會追上次對不對 PICACHO 沒問題 拿出我拿手的 來 飛碟大阪燒 飛碟 我在飛碟20年 這應該是我做的 對不對 他怎麼又是飛碟 對啊 你怎麼都沒心梗 因為我的小朋友 最喜歡只要在飛碟上有一頓 他就喜歡吃你知道嗎 你知道PICACHO回家的時候 也是要搭飛碟的 所以飛碟是OK的 OK 大阪燒跟我們的感恩飯糰 兩個要PK 我們待會廣告之後 是GAMUNNO飯糰先上場 不過在這之前 我們要先來看一則娛樂新聞 來看看很多藝人在網路上 其實會被集體霸凌 已經見怪不怪 但是被霸凌的項目 好像層出不窮 有很多新的項目出來 包括了有一位大陸女星張新宇 她的底線竟然是寵物 竟然有粉絲對她惡言相向 攻擊她寵物 大陸的話題女王張新宇 2014年演出古裝電視劇 輕修外型配上魔鬼身材 被封為最美 李莫愁 但是向來心直口快的她 後來因為漢舊愛里城 互抱劈腿之後負面新聞 不斷成為爭議人物 最近她受邀擔任科技公司的公益大使 在公司的直播平台上發起17場公益直播 累計超過8000萬觀看次數 不過支持她的粉絲很多 專程來罵她的人也很多 幾個黑粉啊什麼在直播的時候 他們也會就是留言 留一些不是很好聽的話 粉絲就會跟他們對罵起來 然後我就說我就會說不許吵架什麼的 明星面對網路霸凌的方式白白種 像是人氣小聲 緊勃然就直接關掉微博 走一個眼不見為景 而資深演員劉葉則坦承自己有個匿名帳號 看誰罵我我就罵回去 有一次還留下了你不了解劉葉 劉葉特別好的經典名劇 雖然張馨宇已經身經百戰 愛罵的抵抗力超高 但是昨天也被爆出一個人低調去看心理醫生 外界推論可能是因為壓力太大得了憂鬱症 小編還是要提醒各位網友 明星也是人也是會受傷的啊 請大家手下留情 不要成為網路霸凌的一分子 我覺得對於我來說不舒服的是 拿我寵物說的事 就是你的寵物去世了什麼的 我那個有點受不了 其他的真的我覺得已經 我覺得沒什麼 對 這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好的 我們今天祖師爺跟嫩屁股 兩位要進行PK 首先上場就是Jacko哥 我們今天要挑戰就是小朋友不喜歡吃的 青江菜 蓋子非常高 對 味道非常臭 但是 娛樂北也不喜歡 我也不喜歡 對 但是我們要怎麼把青江菜變好吃 我們要教電視機器人的觀眾朋友 其實青江菜你要把它放在 你今天的大阪燒裡面 是 其實我先講一下 小孩子不喜歡吃東西有兩種做法 第一個就是把它不喜歡吃的東西 切得碎碎的 然後放在一些他喜歡吃的東西裡面 讓他吃 這是一種做法 比較高剛一點 第二種做法 就跟我跟陳柚大哥都同意 我們同意 就是讓小孩子餓一點 讓他在那邊吃飯 譬如說不要給他多吃點心 正餐的時候到了 讓餓一點 他就看到什麼就會吃什麼 然後玉片薯條那些都不要吃 看到正餐就餓得跟什麼一樣 馬上吃 因為我的小孩宋正哥三歲 然後我另外一個一歲 所以我非常了解 當然一開始我們都費盡心思 讓小孩子吃到 把東西都切碎了給他吃 到後來我們發現 不要這麼做了 我們只要讓他餓一點 他就吃得很開心 但是當然有的爸爸媽媽也希望說 不要讓我小朋友這麼餓 我們還是教大家怎麼做好了 對 但是很多觀眾朋友 可能都覺得 什麼 今天Jacko哥要做大阪燒 大阪燒不是就我們去外面 吃的那種大阪燒 感覺好像很難 不… 今天看我們節目 大阪燒馬上就學起來 非常簡單 第一個 我們先讓這個滾水燒滾一點 好的 因為清湮汁它這個味道 我們先把它燙一下 在家裡清湮汁 這個只要把蒂頭這邊稍微消一 然後我們先直接燙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比較 我們不用這個切開來 是 直接燙這個 整株拿下去燙就對了 根部這個地方 比較厚實的地方 先稍微燙一下 如果有時間你就這樣燙 讓它熟成快一點 了解 有時間的話你就稍微這樣燙 這個地方大概是 讓它燙個20秒左右 然後你再整顆把它放下去 因為葉子比較容易熟 對 我知道我媽哪裡沒做好 妳媽哪裡做好 她就是整個給它丟進去 所以我吃到的那個蒂頭的部分 感覺都是有點生生的 對 因為你媽的做法 那種做法到四十個做法 你媽那個做法是農業時代的做法 那種做法就是老娘我做好了 媽媽 請學起來好嗎 好嗎 對 所以蒂頭要先燙 燙完之後葉子再躺下去 建議大家這個放進去 如果說你喜歡吃整株的青江菜 不只是給小朋友 是給大人吃的話對不對 你要讓它顏色比較漂亮 這時候你可以加點鹽 加點糖 各加大概四分之一小匙 鹽跟糖會讓它顏色更翠綠 一咪咪就好了 一咪咪就好了 OK 就是讓它燙 一分鐘到兩分鐘的時間就OK了 好的 放完以後拿起來 放在涼水裡面稍微降溫一下 為什麼要放在冷水 它就是可以讓它能夠 顏色保住 保持綠綠的 而且還可以讓它的味道鎖住 比如說像這樣對不對 真的很煩 是的 討厭 這就是已經冷了以後了 我們放冷水裡面 好 把那火稍微關一下 好 先關一下 你看 因為這邊拿起來 這邊我們工作人員 非常非常的貼心 他把這個蒂頭幫我切多了一點 蒂頭比較髒的話你把它切掉 拿起來以後你就要稍微擠它 把它這裡面的汁水把它擠掉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汁水跟我們喜歡吃的 雪裡紅有點類似 就是它帶一點苦味 對 這個青江的沒有苦味 是比較澀的味道 澀澀的 小朋友會覺得這是苦味 草酸 對 草酸味道 對 但我爸爸常常跟我說 吃得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 現在不流行這一句 對不起 因為我看成功大哥在裡面 現在就是事情輕鬆的做 然後不要吃苦比較重要 直接把這個水它會擠掉一些 我們就開始切它了 好的 像我剛剛說的 第一個步驟把它切細碎一點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直接在這個地方 根部 這樣把它先切個幾刀 看得到嗎 好 可以看得到看到 所以我們今天的食材 包括我們今天的主角 青江菜之外 你今天準備青江菜是兩把 大家在電視器前面 也可以準備高麗菜 只要三片就好 然後鮪魚 你今天用的是什麼樣的鮪魚 在家裡的話我一定是用 清水的鮪魚罐 因為如果說你買 一定油漬的鮪魚 第一 你不知道 它的油的品質要怎麼樣 你何不如就是買 清水的鮪魚罐 自己加油漬就好了 了解 台底機 對 然後用水漬的那種 對 用水漬的 然後用油的話再自己弄 了解 好 然後再準備玉米罐頭一罐 玉米罐頭好像小朋友都很愛 所以可以添加在裡面 其實如果說你小朋友 很喜歡吃玉米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說 直接買一根玉酥酥 然後再稍微把它燙一下 那個玉米就可以放進來 那個更甜 對 然後你今天有準備 糙米飯一碗 然後雞蛋一顆 以及柴魚片 調味料的部分有用到 日式香鬆 大阪醬燒跟美乃滋 是 很簡單 好 這個清江菜這樣就OK了 好的 對了 通常我切碎了以後 你把剛剛那個盤拿過來 切碎以後 你可以再稍微的擠乾一點點 因為我們要做大阪燒 你要控制它的水分 那等於就是用清江菜 來取代高麗菜 對 高麗菜我會放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高麗菜 通常大阪燒裡面全部都高麗菜 還有高麗菜 現在一斤400塊也比較貴 高麗菜太貴了 沒錯 高麗菜貴 我們不能給小孩吃這麼貴的東西 不是 這個原因 是因為高麗菜 它其實有一個香氣 對 它跟清江菜不一樣 高麗菜的味道甜 甜的 小朋友喜歡 請問一下你這鴨是要 你要切的時候 高麗菜很多時候 它是力氣的 它剛剛的做法是完全正確的 它已經出濕了 不用出山 我的意思是說用刀子切 反而會黑掉 用手掰的 反而就是顏色 而且口感會更脆 我也以為你是要展現你的肌肉 不是 其實越高麗菜 你這樣把它壓平一點 再切它會比較方便 要不然很多人它是立體的 比較難切 對 先壓平再切 現在是要改刀切絲才用刀子 否則是用手掰就可以了解 而且它今天所有材料 看起來都是非常簡單的材料 好 所以它其實是簡單中的不平凡 我覺得 簡單中的不平凡 因為新疆菜小朋友最討厭吃 但是小朋友最喜歡吃的菜是高麗菜 所以他用了這個把它兩個交換 混合在一起 對 然後又有兩個優質蛋白質 又用了所謂的鮪魚還有雞蛋 好 這時候就OK了 好 然後呢 那家裡如果有糙米飯是糙米飯 我們這邊是類似十股飯之類的 對 有點像五穀米 對 我們就要放進來 好的 然後再把我們的這個鮪魚 鮪魚跟玉米一起放進去 對 這時候不要放太多 這樣就夠了 好 這時候我們就很簡單開始拌它了 拌一拌 對 筷子 筷子可以嗎 最好是用叉子或是湯匙 叉子或湯匙 來 不如我變個湯匙給你 謝謝你 你做得太棒了 好 你幫我把這顆蛋打開 打開好不好 你會打蛋嗎 會啊 可以喔 你做得很好 我是小孩的 稍微把它打散一下 打散是不是 可以啊 好 因為我們這個大阪燒 我們是要調麵糊的 是的 但是我們今天做大阪燒 完全不用麵糊 我們用雞蛋來凝固所有的東西 好 所以我們這時候重點是把這裡的東西 其實這種感覺又有點像 鄉村烘蛋 很像 有種那種感覺 好 你看 這差不多你把這種蛋液倒進來 好 把蛋打散之後 把蛋倒進我們剛剛的食材裡面 好 像這樣子 這樣攪動 剛剛在一開始在做這一道料理 你在看 如果你想在家裡做這個大阪燒的話 像這樣做的話 一開始做的話 你可以把所有的食料都減拌 做小一點點的 你操作起來會比較順手 比較容易 而且它其實用糙米飯 去取代原本大阪燒裡面的麵糊 對 而且其實今天說實在的 青江菜跟高麗菜 它算是纖維比較低的蔬菜 像剛剛我們提到 它剛剛營養價值很高 所以它用了所謂的 澱粉裡面的糙米 還有所謂的玉米 其實它是提高整個菜肴的膳食纖維 了解 所以可以幫助小朋友 促進腸道蠕動 或是有些便秘的小朋友 或是比較胖的小朋友 其實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這是最好的解毒餐 真的 解毒餐的感覺 最後怎麼了 我們調味料只要放這個就好了 香鬆醬 香鬆醬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我們到後來 會有大阪燒醬 所以說不需要放太多醬料 這樣就可以了 像這樣子 你就直接在平底鍋裡面加點油 整個食材放進去去煎 煎的重點是你把它 放下去不要擔心 它是像小山丘這樣子 好像沒有被整形過 你拿你的鍋鏟稍微往中間 一直推推推 然後把它壓平一下 每一面至少要煎得到4分鐘左右 要不要有一點焦焦的感覺 一面要煎得像這個 我們今天有準備成平的 稍微要煎成這樣子 是 本來是這麼一大碗飯對不對 好好看 好漂亮 好有實力 你一面要用鍋鏟慢慢推 推完整形以後 把它煎成大概4分鐘 把它煎得有點像脆脆焦 要講西亞家人家才聽得懂 西亞家 要西亞家 重點是翻面要怎麼翻 不是翻鍋 你拿另外一個大點盤子 比你的平底鍋還大的 直接壓過去 翻過來 然後翻過來就可以了 然後另外一面再煎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們這邊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最後再撒上我們所需要的 這個大阪燒醬 大阪燒的醬 做最後的Display 成型 然後大阪燒醬有一個重點 就是裡面要把它打開來 我還想說大阪燒醬有什麼重點 就忘記打開了 打開了 好的 請看 這看起來非常可口 這小朋友應該會愛到不行 你知道大阪燒從前叫做文字燒 最重要就是 它能夠把自己的字體給寫在上面 是 好 你們要寫 你們家裡萬壽 我還精忠報國 萬壽無疆 好 好 我們再把柴玉片放下去 好的 Bingo 這樣子就完成 很漂亮 而且重點是 剛剛Jacko哥就只有用手 下去揉一揉而已 然後就直接煎 就完成了 對 很熱的大阪燒 你把這柴玉片放下去 它會開始跳舞 對 所以小朋友會喜歡 好 我們飛一點大阪燒 完成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一則 賴雅炎的新聞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主師爺 陳鴻哥要上場了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演員賴雅炎黃遠 以及監製林毅潔 23號現身校園 擔任一日教練 為即將上映的電影宣傳 特地幫田徑隊的同學加油打氣 並傳授片中經典的精神口號 你是鐵打的 不過你看看他們的反應 只能說雅炎教練 你不要再為難同學了 哈囉 還請問我要看著他 你是鐵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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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你是鐵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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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馬拉松從右右班 晉升到教練的雅炎 林毅潔表示 繼續努力的話 全台要跑贏他的女生 應該很難 天啊 你是在挖洞給他跳嗎 雅炎如果繼續努力的話 應該全台灣要跑贏他的女生 應該很難 如果他繼續努力 對 什麼 雅炎居然虧黃遠是有病的小孩 原來是黃遠在劇組有吹風死的稱號 吹到風就會死 而比較耐熱的黃遠大呼 我比較敏感 我覺得黃遠就是基本上 他是一個在生活上是有病的小孩 他是一個吹風死的人 比較敏感 因為我們是很熱很熱的夏天 所以我們都會自備那種電風扇 有沒有至少兩台 兩桿獅子巾 或者是你一到有冷氣的地方 第一個時間一定會開冷氣 這個小朋友呢 他就是哪裡有風就不往哪裡去 這麼熱的天氣他都要穿長袖 所以你看 我跟一傑今天穿短袖 他就穿長袖了 對 我比較能耐熱 他比較怕冷 沙漠中的駱駝 沒有新綽號了 沙漠中的駱駝 沙漠中的駱駝 就是娛樂 台北採訪報導 好的 我們就是娛樂 真的太開心了 請到了我們第一代美食節目的主持人 陳鴻大哥是我們的祖師耶 幫我們用青江菜來做一個 這個叫什麼 飯糰 感恩飯糰 Pikachu 感恩飯糰 那麼因為明天就是感恩節 我們都搞不清楚 為什麼我們要吃老外他們的那個 烤Dirty 就是烤火雞 那個我們吃的沒感覺 但是我們可以吃屬於 我們自己的感覺的這一種 一種Home Style 對 那把手作的感情回到家裡面 我覺得現在做菜 不是真正你是要表現多麼厲害 而是要把愛傳遞到我們的下一代 了解 那我在這邊跟所有的做父母親的人 朋友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們都好像對孩子都要苦口婆心 然後呢 求爺爺跟奶奶的 然後你都要吃這個 你都要吃那個 拜託一下 事實上 我跟你說 人生害怕的一些事情也要告訴你 這個呢 手頭顧 你知道你就不怕手臂做風胎 對啊 那我覺得呢 小孩子從小就要讓他們養成吃全食的習慣 了解 就是整張好好就把它丟進去 直接丟進去 話不多說 我跟你講 你要讓他吃要吃到對味 那事實上呢 這個東西呢 它為什麼不好吃 因為你煮得不夠熟 所以它才會有那個響味 臭菜味 對 那你把它煮爛一點 你就不用怕 但是你說煮太爛會不會顏色不好看 你要煮的大概一分鐘到兩分鐘的時間 像蜘蛛單位 你看 已經煮好了 這是我史上有史以來遇到最堅強的團隊 你看他們準備得好好 還有冰塊 附贈冰塊 而且重點是他可以把這個弄得這麼綠 我現在要說的就是說 你呢 剛剛切口是整顆 那我這一個就不要 我現在就是用葉綠樹最多的部分 葉子的部分 來 注意看 好 那麼這樣子一來呢 我們就很簡單 我要投你一票 因為我不喜歡吃它的哏的部分 因為它會影響口感 對啊 然後這樣一來 你這樣切 你把它切得細細的 只要不要切到手 愛怎麼切 就怎麼切 反正哥哥是有練過的 真的耶 哥哥有練過不要亂學 小朋友 那我會告訴大家就是說 很多父母親 他們都會覺得小孩子不吃蔬菜 那其實你要想想看 你有沒有花心思在做 讓他們要有一種誘發性 你如果讓他覺得在色香味型上面 他就覺得 哇 怎麼這麼好吃 怎麼這麼厲害 你知道在上海人他們說叫陽氣 陽氣 我們應該把米其林 把老外 把他們那種 國外的一種生活的Life style 把它變成是我們台灣人的生活美學 了解 好 這樣一來 我們現在就直接把青江菜有了 OK 好 那麼這個青江菜 我們把它跟剛剛的 跟傑克哥一樣的這個 十五米 我覺得糙米非常重要 而且糙米它是一個活的米 因為它裡面有生長因子 非常多的胚芽 一般我們吃到的白米飯 其實它只不過就是碳水化合物 吃糙米它的好處是 你越吃可以越瘦 是 它可以幫你消化 糙米裡面有個最重要 配料裡面維生素B群 跟E也很高 劉老師 你真的是專業的 而且你是真的 你真的是有執照 你一天就知道 對 我給大家投你一票好了 是… 好 今天我們簡單來介紹一下 今天陳鴻大哥準備的食材 糙米飯兩碗 雞蛋兩顆 青江菜兩把 Mozzarella cheese 一塊 然後茶油跟蒜泥 白胡椒粉 紅色的梅子粉 番茄醬 黑糖塊 以及白芝麻各少許 剛剛他們說蓋 Mozzarella也是蓋很高 所以其實飯糰蓋很高 我覺得今天我們就是要把它 讓小朋友投其所好 做出小朋友喜歡的那種 精巧的那種形 那麼我今天有一點點小心機 我把我小時候的秘密武器帶過來 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 是紅色的梅子粉 這個紅色的梅子粉 而且紅色的 現在看不到這種梅子粉 我告訴你 你到阿里山去買 你要去阿里山買才買得到 然後你只要加一點點水把它拌 把它拌勻稀釋之後 因為你總是要讓它顏色能夠出彩 好 接下來我們把所有的材料 全部放到這裡面 你想想看 我把那個薑糖 黑薑糖 然後把芝麻 芝麻裡面蓋也很多 然後再放一點pepper去腥 我跟你講青菜 如果放一點pepper 就是放一點白胡椒 腥味就完全沒有了 了解 最重要的是我們有 最重要的茶油 這個就是我們東方人 最好的不防脂肪 不飽和脂肪酸的茶油 比橄欖油還好 其實在西方是用橄欖油 我們東方都是用苦茶油 這個還是我們道地的油 這是我們Astro Virgin的 這真的是我們出炸最新鮮 其實小朋友如果容易咳嗽 或是感冒 氣喘這些 其實可以改用苦茶油 可是問題是苦茶油苦苦的 沒有 那個是苦茶子 它那個名字不是真正 這個苦茶油是可以這樣喝的 Really 不會苦嗎 很甘甜味 是Really 我不相信 我來喝喝看 你喝看哪裡有苦 你知不知道從前 阿嬤是拿它來護髮的 不苦 它真的是拿來護髮 不是捉腰 是護頭髮 真的是拿來抹頭髮 所以我們拿它來到裡面 拌到裡面去 因為這樣子也可以保持 讓有更多的油脂 這樣一來把它拌在一起 剛把食材全部倒進去之後 糙米飯放進去 糙米飯上面已經放了 青江菜的葉子 把它切得細細碎碎的 好 接下來 Mozzarella Cheese 這個都是小孩子最喜歡的 是 我覺得今天陳宏大哥 一面滿大的 對 因為他把青江菜 隱藏得很好 對 然後所有東西 再把蛋丟進去 青江菜的15倍 真的 我覺得現在的父母親 就是要多一點點心 在跟你的家人的這一種 用餐的這種環境 還有時間上面多培養聯絡感情 然後 一直看手機 我覺得 我覺得手做的態度 這個也是一個親子料理 你可以不要自己做 讓孩子自己來捏 對 而且 陳宏大哥在拌的同時 其實他剛剛苦茶油的味道 跟那個Pepper的味道 混在一起 已經全部都飄出來了 這個一定要在空氣當中 超香的 可是我覺得有點小危險 因為我覺得Pepper 小朋友有時候會覺得有點辣 會覺得辣辣是不是 但是因為他用油脂 把他那個辣其實可以壓得下來 所以我待會兒一定要跟小朋友 講說他用很優質的苦茶油 小朋友聽不懂苦茶油 弟弟妹妹 你如果想要跟哥哥一樣高 又一樣帥氣 你一定要吃 而且跟哥哥一樣 皮膚又好的話一定要吃 是聰明油 聰明油 聰明油 因為他其實裡面的 不飽和脂肪酸很高 活弱 腦神經 對 腦神經發育也很好 所以建不建議說爸爸媽媽 就是說橄欖油要用之外 苦茶油也可以加一點 讓小朋友替換 而且台灣的苦茶油的品質 非常好 多分類又很高 所以可以替換用 現在陳宏大哥在捏這個 在表演的是降泰壽司 厲害 其實一定要把它捏合 要把空氣擠出來 它才可以成型 成型之後 我們再把它稍微塑型 然後變成是一個圓形 稍微把它壓一下 它就變成是一個很可愛 很可愛的飯糰 然後我們再多做一個 這樣子一來 它其實在經過烘烤 我們用160度烤15分鐘 它就可以變成是一個 北海道烤飯糰 而且最重要是這些味道 全部都是很台灣人 很喜歡的口味 老師學生有問題 對 來 請問皮卡丘在哪裡 皮卡丘 就是因為它是 它已經講 卡哇伊這北海道 來 陳平來了 皮卡丘 你沒有去抓寶嗎 他沒有看過卡通 寶貝球 寶貝球裡面 寶貝球 寶貝球的 你看看寶貝球 扁的寶貝球 各位 最高級的寶貝球 就是黑的跟黃的 對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這個是什麼顏色 這個就是最高級的寶貝球不是嗎 小朋友 你覺得我猛不猛 很猛 這就是皮卡丘感恩飯糰 是 所以只要放進烤箱 剛剛捏成這樣一球一球 放進烤箱160度烤15分鐘 你就會變成 皮卡丘的寶貝球 就變成這樣子 這麼容易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大家 可以在家裡面試試看 對 想要問營養師 這一道料理的營養成分怎麼樣 其實這一道我們剛有提到 它是屬於高鈣的飯糰 對 所以對一些小朋友 如果正在成長發育 或是有些青春期的 其實這一道不只可以當正餐 當點心其實拿來吃 它也非常營養 但重點是我覺得它真的是厲害 因為苦茶油真的是挑戰 真的 對 然後它用了所謂 把它混在一起 小朋友會吃到很好的油脂 了解 好的 到底我們的主事業 陳宏大哥的 皮卡丘感恩飯糰 以及我們Jacko哥的 飛碟大阪燒 哪一個才會獲勝 我們所有都不算 待會廣告之後 有三位小小的美食評審要上場囉 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 皮卡丘在哪裡 好的 我們最後的評審時間到了 歡迎我們三位小小美食評審 歡迎Ryan Yo 歡迎Jasmine 歡迎Rachel 好 Rachel 選我 你知道什麼叫選我選我嗎 Rachel 好 沒關係 他們還在評審當中 現在就是不能買票就對了 對 因為爸媽都把他們餓了一餐 所以他們現在很餓 所以待會吃是最準的 好 想要問一下你們三個人 我們問一下評審長好了 因為Jasmine是最大的 評審長 問一下 你吃不到什麼叫青江菜 不知道 不知道青江菜對不對 要拿出來給他看 你在家裡吃菜菜嗎 吃菜嗎 吃 如果你不吃菜的話 爸爸媽媽會不會逼你 不會 不會喔 因為你都很乖的吃對不對 所以你才會那麼漂亮 對啊 所以才會長那麼漂亮 最不可以要看到圓形就對了 他們好像OK 喜歡吃菜菜的請舉手 誰喜歡吃菜菜 所以Rachel不喜歡吃菜菜 弟弟也喜歡 他是舉伴手 他有些菜都愛吃 不是 他在康徵 你在想什麼 你在想什麼 你喜歡吃菜菜嗎 喜歡 好棒 你有沒有哪一個菜菜不吃 苦瓜吃嗎 不吃 苦茶油喝嗎 苦茶油 不知道什麼叫苦茶油 他沒試過 你知道叫苦茶油 苦茶油你喝嗎 喝 怎麼會這麼熟熟的小孩 誰教你的 你看看 真的是 這就是你從小教育 從小就教育他喝苦茶油 不得了 真的 這也是台灣的 台灣至寶 他都把苦茶油 取代牛奶喝對不對 苦茶油一瓶也要七八百塊 你知道嗎 OK 所以接著下來 我們就要來試吃了 當然就先吃 我們先吃大阪燒好不好 對不起 這個大阪燒 它名字比較特別一點 它叫做飛碟大阪燒 各位 好 飛碟大阪燒 好 我們先來吃吃看 飛碟大阪燒在這裡 加油 這一定要大口吃好不好 要大口吃 飛碟大阪燒 要大口吃 大口一點 我幫你弄 我幫你弄 Jasmine好專業 Jasmine很厲害 Jasmine後遺定是一個 很好的美食評論一下 好 來 Ryan加油 Ryan來吃一口 大阪燒 大口一點 好厲害 最棒了對不對 好 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好吃 好不好吃 大聲 好吃 好吃喔 你有吃到柴魚片嗎 不知道什麼叫 有喔 好 那個Rachel覺得好不好吃 好吃 那妳喜歡嗎 Ryan 不喜歡 她說不喜歡 妳是說喜歡還不喜歡 不喜歡 為什麼 哪個不喜歡 哪個 哪個東西妳覺得吃起來怪怪的 味道 味道啊 味道嗎 妳有吃到菜菜的味道嗎 可能她不喜歡魚吧 還是妳不喜歡那個魚的味道 不喜歡 反正 不喜歡魚 她不喜歡魚 有可能又是鮪魚 有的孩子是胎理素 她從一出生 她就不喜歡吃肉 對 但是她喜歡魚 Jasmine喜歡魚 對 喜歡魚 但是 魚就是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對不對 有一種魚味 對不對 好囉 好 大阪燒吃完了之後 接下來就是我們主持爺 陳宏大哥的這個感恩飯糰 好 換我們吃飯糰 好 這個飯糰 要不要我餵你 來一口 好啦 也可以用手拿 你會有感覺 你會比較有觸感 然後你可以用自己 吃飯糰的感覺 好 來 Ryan好像都是人家餵他 有沒有發現 因為 他是王爐子 他小少爺好嗎 好嗎 OK 飯糰吃起來怎麼樣呢 好吃 我發現Jasmine 我們評審長 他可以說是標準寬鬆 對不對 他什麼都好吃 他自從來我們節目 每一個料理 他都說好好吃喔 請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吃到起司的味道 有起司嗎 有 有喔 那你有沒有吃到黑糖的味道 沒有 也有 有沒有 有還是沒有 Yeah 有喔 Ryan你有嗎 那你有吃到菜菜的味道嗎 Yeah 有菜菜的味道 什麼菜 什麼菜 你想想看 青椒 青椒菜 他剛有在煎看喔 對啊 真的 那你有沒有吃到漢堡的味道 沒有 沒有漢堡 真的沒有吃到 沒有肉肉嘛 他知道是飯糰好嗎 好 那個 Rac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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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好吃嗎 好吃 有吃到什麼 什麼的味道 哪個味道你喜歡 什麼味道 有沒有吃到薯條的味道 沒有 有沒有吃到炸雞的味道 沒有 有沒有吃到苦柴油的味道 沒有 你有沒有吃到初戀的味道 有酸梅耶 有沒有酸酸甜甜的 有酸酸甜甜的味道嗎 有沒有酸酸甜甜的 那你很喜歡嗎 那是初戀的味道 喜歡 很喜歡 好 那我們來問一下小少爺 那個Ryan 你喜歡這個嗎 喜歡 他喜歡這個 你有吃到那個 酸酸甜甜的味道嗎 有 有喔 所以你要不要把這口再吃掉 不要 已經吃飽了 好喔 他是專業的評審 你不然逼他 因為通常專業評審 都是試吃一口就結束了 不貪圖美食 他是為了評審而來的 接下來很重要 就是讓我們這三位 只認菜 不認人的小小美食評審 要幫我們投票 一樣 一個人拿一個寶寶 OK囉 待會兒怡沛姐姐 數321的時候 這個是大阪燒 這個是我們剛剛 第二個吃的飯糰 你們把喜歡那個 就把他寶寶放在裡 送給他好不好 你要不要讓我們兩個選手 到最後做最後的努力 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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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不好意思 他們只認菜 不認人 對不對 不認人 好囉 真的 來囉 3 2 1 請投票 比 而且你知道嗎 今天三位小小美食評審 是完全沒有思考 直接放 所以我們今天 陳鴻大哥主師爺的 這個感恩飯糰得到兩票 謝謝 太好了 陳鴻大哥 你不需要金盆洗手了 是啊 不要這樣子 我真的 我都覺得 這個得獎感言 我要說什麼才好 我只好謝謝 我以聲相許好不好 不過我相信 Jacko哥的大阪燒 也是非常好吃 因為我覺得這個大人 小孩都很適合吃 這個太Pro 他太專業了 這都可以開店了 對… 青江飯放太多了 對 因為他都把青江菜的那個 有沒有 哽去掉 其實我覺得這樣很可愛 因為你自己有種 就是小孩子的心理 你不要太多的這些粗纖維 你把Fiber弄少一點 他就覺得吃起來 沒有這麼痛苦 對 好 如果說小朋友 可以接受青江菜 想要問一下營養師 他還可以搭配什麼東西 來做料理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有提到 青江菜是屬於高鈣的食材 但是因為它的鈣 是來自於植物性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料理當中 可以加一點醋 加一點醋的話 其實可以把這個鈣的 吸收率提高 然後另外 其實你在餐後 可以吃一些維生素吸高的水果 也可以幫助這個青江菜中的鈣 把它吸收率提高 比如說你可以吃一些 像芭樂 小番茄 木瓜 草莓這些 都是維生素吸高的食材 所以反而這樣子的搭配 它等一下可以吃水果 它這青江菜的一個鈣 吸收率就增加了 劉老師 那你自己覺得 剛剛這樣的一個飯糰 我其實是一個素食的一種概念 但是你有沒有感覺到 不吃肉也可以很享受呢 其實我個人很喜歡這一道 因為我覺得這個其實 對小朋友還有對一些 我覺得要減肥的人可以吃 是啊 味道真的 因為很高 其實不需要肉也可以有美味 真的 這就是未來的養生廚房概念 是 所以今天我們青江菜的料理 可以說是大成功 因為小朋友 雖然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但是至少都把青江菜 可以吃到肚子裡 營養成分也完全都吸收了 所以我們今天 非常謝謝陳鴻哥 謝謝我們的Jacko哥 謝謝我們的劉怡靈養師 謝謝囉 謝謝 謝謝